我們來談成績計算與碰撞 在我們的程式裡面 如果我們要去偵測貓咪到底抓到幾次蝙蝠 那該怎麼去運作 首先我們來看我們蝙蝠的程式 我們蝙蝠會從這邊一直跑到這邊 然後不斷反覆反覆的出現 然後它會飛,我有換下一個造型 看一下 換下一個造型子飛 如果它碰到邊緣,它會藏起來 等兩秒鐘再出現一次 這是我們比較常用來做 不斷重複出現角色的一個方式 這個速度你自己調,目前是五步 那你可以做得更精細一點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算 他們到底,貓咪到底抓它幾次 那成績的時候 我們要用一個,說過用一個變數 來做,設一個變數 來計算它的成績 那碰撞的時候 你應該把程式下在蝙蝠身上 還是把程式下在貓咪身上 事實上這兩個下法都OK 但是你要思考後面 如果只有這兩個角色 這兩個角色 下在誰身上 事實上沒太大關係 可是你在程式設計的時候 你可能會考慮到 我將來我的畫面可能不是只有一隻蝙蝠 而是很多隻 那時候分數該如何計算 這個議題留給你想 我該下在蝙蝠還是下在貓咪身上 一種是 貓咪可能變很多 另外一個蝙蝠可能變很多 你設計的方向如何 自己要思考 那老師的範例 把它放在蝙蝠身上 你看一下怎麼處理 好 首先 被點一下的時候 我們一樣 要設一個重複的 不斷的去偵測 貓咪有沒有碰到蝙蝠 你不可以只偵測一次 為什麼 因為當起子一下去 你只是在判斷說 如果他有沒有碰到就怎麼樣的話 城市走完了 他不再偵測 所以這個東西必須不斷的放進來 放進哪裡 如果就怎麼樣 偵測在哪裡 如果他碰到了誰 碰到了哪一個角色 當然你也可以說碰到顏色 這邊有看到顏色 我也可以說我碰到這個 什麼一個顏色才算數 這個你自己 可以做一個判斷 你看這邊還有一個到誰的距離 你算到誰的距離 好像也可以用 好 如果他碰到他了之後 做什麼事情 分數要怎樣 分數要加幾分 那一開始呢 分數要設0分 當然你可以偷吃步 我把他開始設100分 給人家有信心 這也是ok的 就端看你遊戲設計怎麼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狀況如何 貓咪故意放在這裡給他撞 他怎麼一直飛 飛就飛過去不理了 這個分數跑了幾萬 不對 這偵測要特別注意 肯定有問題 好 我們回到蝙蝠的看 為什麼會一直增加 因為我們在不斷反覆的怎麼樣 給他加一分 一秒鐘層次電腦可以跑幾次 你知道嗎 你看現在幾千幾萬次了 所以不對 那怎麼辦 正常貓咪如果碰到蝙蝠 蝙蝠碰到貓咪 有一個人要陣亡嘛 對不對 所以蝙蝠如果碰到貓咪 要怎麼辦 請你把它藏起來 然後讓他休息一下 好等一秒鐘就好了 懶得再改幾秒 然後請他再出來 再出來用這一個 蝙蝠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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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那一個 wealth 蝙蝠第二 不對 不見了 對然後從這邊出來 加一分而已 碰到兩次 碰到三次咧 對 碰到四次 沒有問題 好老師的示範到這裡 請你往下做 把蝙蝠變多 你可以怎麼做 再揮入蝙蝠再把層次再拉一次 還是可以用複製的 複製之後要改哪些 蝙蝠出來的位置現在是什麼 -200 為什麼是-200 注意看一下這個x的位置 這裡大概是多少 這隻蝙蝠如果從這裡出來的時候 差不多多少 看就這裡 204 205 有沒有看 大概在200左右 讓它出來 那換一個方式 y是103 103在哪裡 注意這個y s跟y這個值 107 104 103在這個 大概在這個位置 那如果你的蝙蝠要換位置呢 你要注意這個位置 你要注意這個位置 接下來動作就交給你 請你把蝙蝠變了好幾隻 至少三隻以上 然後分數計算要會是對的